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宁老师课堂 前两节课,我们跟随老舍先生领略了古怪的猫,可爱的猫 还有呢,一开始让老舍先生讨厌,后来有被他称赞的母鸡的风采 今天呀,我们的视角呢,要转向白鹅的世界 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要学的白鹅又有着怎样的特点 以及作者对它又产生了怎样的感情呢 一同把课题读一遍,白鹅 本课的学习目标有以下三个 一,会认会写,本课重点生字词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了解白鹅的特点 体会作者对白鹅的喜爱之情 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重点 三,学习作者抓住特点描写的方法 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生动和幽默风趣 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难点 我会写,你们会写吗? 这个字念肺,它的生母是佛 我们可以组词狂肺 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叫的意思 好,肺字怎么记?加一加 口加犬等于肺 还有的小朋友说他要用换一换的方法 我们学过的讨厌的厌 把场字头换成口字旁 就是肺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先写口字旁 右边的犬呢,不要漏掉一点 一起来写肺字 这个字念肺,它是一个平舌音 生母是呲 我们可以主词菊醋,仓醋 醋怎么记?加一加 单人旁加足等于醋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左右结构左窄右宽 我们先写单人旁 再写足 足上面口的竖 压竖中线 竖横撇 撇是短撇 收笔可以挨着单人旁的竖 纳书窄 一起来写醋字 这个字念 泼 偏泼的泼 泼具特色的泼 怎么记? 加一加 皮加叶 等于泼 有的小朋友说换一换吧 脑炉的炉的炉字 把它换成皮 就是泼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左右结构 左窄 右宽 好 我们这个皮 要把那 改为点 皮的笔顺 你们是怎么写的? 横 勾 撇 对了 第一笔是横勾 竖横 撇 点 右边的叶 要写的比较大一些 最后的点 是长点 一起来写 泼字 这个字念 巨 经巨 电视巨的巨 巨字怎么记? 加一加 巨加力刀旁 等于巨 有的小朋友说换一换吧 他把这个巨子的巨 金字旁去掉 然后在巨的右边 加力刀旁 就等于 金巨的巨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巨 左右结构 左 宽 右窄 但是呢 右边这个力刀旁 发现了吗? 它比这个巨字 要写的长很多 而且这个竖和竖钩 因为笔画少 所以呢 它的箭句要拉开一些 这样才会更协调 一起来写 巨字 这个字念狗 狗且 一丝不苟的狗 怎么记? 加一加 草字头 加巨 等于狗 换一换 把小狗的狗 反犬旁 去掉 在巨字上方 加草字头 就是狗 狗字写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草字头的横 我们不能写得太短 要长一点 然后下面的巨呢 和这个草字头 是等宽的 口 起笔的这个竖 我们要和短撇 起平 横折的 这个折 这一竖呢 要压竖中线 一起来写 狗字 这个字念 屁 注意了 它的生母是泼 我们不能把它念成了波 不能念臂 屁如 屁字怎么记? 加一加 屁加盐 等于屁 上面是一个开屁的屁 还有的小朋友说 换一换吧 警察的颈 把上面的净 换为屁 就是屁如的屁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写的时候我们先写一个屁 屁是狮字头 注意不能写护字头了 然后下面的颜 扁横的这个横 要特别长 下面的两横呢 第二横稍长一点 口写的扁扁的 一起来写 屁字 这个字念 是 它是一个翘舌音 生母是师 同时它也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事后 注意不要念成了次后 次后的次呢 不是这样写的 次后的次是单人旁 加一个公司的丝 好 是怎么记? 加一加 单人旁加四 等于是 换一换 把诗歌的诗的 言字旁 换成单人旁 就是事后的事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左右结构 左窄 右宽 我们看右边的这个四 有三横 三横其中最短的是第一横 最长的是土字的第二横 然后呢 写寸 寸的这个树沟的树 和上面土的这个树 是不同的 要分开来写 最后一点压树中线 一起来写 是字 这个字念 管 它的韵母是前边韵母 岸 茶馆 图书馆的 管 怎么记? 加一加 十字旁 加官 等于 管 换一换 把管里的管 上面的竹字头 去掉 加上十字旁 就是茶馆的管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先写十字旁 撇 这个撇写的比较长 横勾 竖 提 右边的关呢 宝盖头 第二点压 竖中线 然后是竖横折横 第二个横折横 写的比较要宽一点 这里面 横折横 这里收了以后 这个竖 就不要出头太多了 一起来写 管字 这个字 这个字念 富 它的声母是 富 附近的 富 怎么记? 加一加 左耳旁 加富 等于富 换一换 把分富的 富的口字旁 换成 左耳旁 就是附近的富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先写横撇 弯钩 竖 然后中间的单人旁 可以压 竖中线 再写寸 寸的横 压 横中线 一起来写 富字 这个字念 脾 脾气 脾脏的 脾 脾 怎么记? 加一加 月 加 杯 等于 脾 还有的小朋友说 换一换 把啤酒的 皮的 口字旁 换成月字旁 就是 脾气的皮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左右结构 左窄右宽 我们先写月字旁 右边的部件是 先写白 然后剩下的是几笔 对三笔 撇 横 竖 这一竖呢 实际上呢 它就不能够 超出这上面白字的 最下一横了 不要出头了 一起来写 皮字 这个字念 敏 它的韵母是 前笔韵母 尹 不要读成了后笔音 鸡敏 灵敏的 敏 怎么记? 加一加 每家 反文旁 等于 敏 有的小朋友说 剪一剪吧 把 繁星的 繁 剪掉 关系的 细 就是 敏 很好 那么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了 如果你是用繁星的 繁来剪的话 那么 横折钩的 这个钩 要恢复 我们在做 上面部件的时候 是把钩 省略了的 然后呢 右边的 反文旁 有的小朋友会写成 右字 或者写成其他部件 是不对的 撇横 撇那 反文旁 一起来写 米字 这个字 我们先写 我们先写 提手旁 右边的部件 看好了 横 横折 这一横要出头 横 然后呢 有的小朋友会写成建设的建 也不对 竖 树横 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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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了吗 再来一次 横 横 折 横 横 竖 横 撇 撇 这一竖是一笔 一起来写 节字 这个字 这个字念 昂 它首先是一个零声母音节 同时也是一个后笔音 育母是后笔育母昂 我们可以组词昂首 昂阳 昂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对了 它上面是一个日 上下结构 上窄下宽 下面是印剪掉一横 没有一横的 撇 竖 提 接着横折 勾 竖 我们把下面的部件呢 笔顺再来写一写 撇 竖 提 横折 勾 竖 好 一起来写 昂字 这个字念 公 它也是一个后笔音 育母是后笔育母 翁 提供 供应 注意它在念供应的时候 有的小朋友读的是第四声 就不对了 也是第一声 公 怎么记 加一加 单人旁加供 等于供 换言 一换 哄片的哄的 口字旁 换成单人旁 就是公 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左右结构 左窄右宽 这个单人旁和供呢 差不多上下齐平 供字 第二竖 比第一竖的齐比要高一些 第二横比第一横长 一起来写 一起来写公字 这个字念天 它的育母是前辟育母 安 天加 增天 怎么记这个字 有的小朋友说 有的小朋友说 用加一加吧 把这些部件全部加起来 三点水 加二 加人 也就是 加天 加小 加点 哦 三点水 天 小 点 记住了吗 三点水 天 小 点 不要漏了这最后一点 加起来就是天字 最后这一点呢 是长点 一起来写 天 我会认 你们会认吗 看清楚了是 第几声 第一声 看 看家 看门的看 消 嚣张 叫嚣 行 这个字念行 别念抗 隐行 高歌的行 它是一个后比音 生母是后比育母 昂 肺 狂肺 生母是拖 促 平舌音 生母是呲 促进 促成 拖 拖具特色的拖 奢 奢 是一个词语 两个字都是翘舌音 奢 生母 师 齿 生母 吃 奢 耻 狗 一丝不苟 狗 且的狗 是 翘舌音 生母是诗 同时它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 是后的是 亏 亏探 亏是的亏 四 四 四缝的四 供 供应的供 供是后比音 育母是后比育母 翁 盘点多音字 看 看手 看门 看 看见 供 供应 月供 供 口供 破 压破 哦 原来这个字还可以念 排 排击泡 排击泡呢 就是一种火炮的名称 注意了 下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记得它念 排 排击泡 在学习课文之前 我们来了解 以下词语的意思 左顾右盼 什么意思 左看看 西看看 顾呢 和盼 都是看的意思 你老师发现 有的小朋友啊 在看书 写作业 上课的时候 容易左顾右盼 这可不是个好习惯 引什么大叫 对了 行 引行大叫 文中是说 鹅 伸着脖子 敞开喉咙 大叫 这个行 就是喉咙的意思 大什么 母 这个多音字 念母 我们在这里不要念魔 大模 大样 指的是行动没有顾忌 毫不拘束的样子 这个词念什么 奢侈 对了 奢侈指的是花费钱财过多 享受过分 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不能因为奢侈浪费呢 导致以后啊 过得越来越悲惨 三眼一板 是形容言语行动 有条有理 一丝不苟 指的是一点不马虎 形容办事认真 鹅 白鹅这篇 课文的作者呢 是丰子凯 1898至1975 他是浙江同乡人 我国著名的 看好了 画家 文学家 美术和音乐教育家 有什么感受 对啊 真是个全才呀 丰子凯一生涉猎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 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哇 很了不起的称谓 他的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 圆圆堂再笔 丰子凯漫画 哇 他还会画漫画 艺术趣味率真极等 上个之前我们来看这个谜语 头戴红顶帽 身穿白布袄 走路像摇船 说话像驴叫 这是什么呀 对 这就是白鹅 诶 课后啊 小朋友们可以把这个谜语呢 打给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其他家人 以及身边的小伙伴猜一猜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文 这白鹅是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 我抱着这雪白的大鸟回家 放在院子里 它伸长了头颈 左顾右盼 我一看这姿势 想到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第一自然段是课文的第一部分 首先点明了这只白鹅的来历 然后介绍了它给人的初步印象高傲 是怎么来的 是朋友送的 而且作者的语言很幽默 说它抱着这雪白的大鸟 为什么它觉得白鹅是高傲的动物呢 因为它眼里的白鹅是伸长了头颈 左顾右盼 它是从这里判断出来的 我们发现风子凯和老舍先生一样 也是开天就突出了动物的特点 白鹅的特点是高傲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读出白鹅的高傲来 也读出作者语言的挥斜风趣 这白鹅是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 我抱着这雪白的大鸟回家 放在院子里 它伸长了头颈 左顾右盼 我一看这姿态 想到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 步态和吃相中 这句话你们知道吗 它是文章的中心句 文章的中心句通常起到什么作用呢 对 起到统领全文的作用 它集中概括了鹅高傲的具体表现 那么我们会从这句话可以体会得到 那接下来 整篇课文都是围绕高傲来写 而且会从哪些方面来写呢 对了 会从叫声步态和吃相来写 同时 这句话也是一个过渡句 不仅承接了上文 好一个高傲的动物 还引起了下文 使文章表达自然 调理清楚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学会这样的写法 就是第一次然段 先告诉你 这个动物的特点 然后呢 它还会具体的 向你们描述 它表现在哪些方面 实际上这些方面 都是接下来要重点描绘的内容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写法呀 不仅让读者 读起来 调理清晰 而且你写的时候呢 就像列了提纲一样 你就不会偏提 就能够突出重点了 鹅的叫声音调严肃正重 四历声 鹤斥 这个鹤 在这里是多音字 念第四声 他的救主人告诉我 养鹅等于养狗 他也能看守门户 这里的看念第一声 后来我看到果然如此 凡有声客进来 鹅必然历声叫嚣 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路 他也要隐行大叫 这个字念 行 不亚于狗的狂吠 我们来关注宁老师 圈出来的这几个词 历声叫嚣 隐行大叫 狂吠 隐行大叫和历声叫嚣 写出了鹅的叫声怎么样 大且严厉 同时作者呢 把鹅的隐行大叫 和狗的狂吠 进行对比 进一步突出了 鹅的叫声的特点 如果我们身边 还有小朋友 没有听过鹅的叫声的话 你现在经过作者 这样一对比 你就知道 不亚于狗的狂吠 那声音可真够大的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 大体上与鸭相似 但鸭的步调急速 有局促不安之向 鹅的步调从容 大模大样的 这里念母多音字 颇向京剧里的静觉出场 他常傲然的站着 看见人走来 也毫不相让 有时非但不让 竟伸过颈子来 咬你一口 请关注这两个词 毫不相让 和咬 毫不相让 咬 写出了白鹅 傲然的特点 点明了文章的主题 人家就说 这个鹅 是高傲的动物吗 我们结合 我们原来学过的知识 你们知道 鹅 为什么看见人来 敢不让 还敢去咬人一口吗 我们以前学的鹅的文章 告诉我们 这个鹅啊 他看我们人的时候 他这个角度是很奇怪的 他看我们人 他看上去啊 他是觉得我们人是很小的 比他小很多 在他的眼里啊 我们人居然比他的个子呢 要小很多 所以他敢来欺负我们 比他庞大很多的人类 是不是很有意思 鹅的吃饭 常常使我们发酵 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 一日三餐 他需要三样东西下饭 一样是水 一样是泥 一样是草 天哪 这么讲究 先吃一口冷饭 再喝一口水 然后再到别处 去吃一口泥和草 大约这些泥和草 也有各种可口的滋味 这些食料并不奢侈 但他的吃法三眼一板 一丝不苟 譬如吃了一口饭 倘若水盆放在远处 他一定从容不迫地 大踏步走上前去 饮一口水 在大踏步走去吃泥 吃草 吃过泥和草 再回来吃饭 真有意思 宁老师也不禁发笑了 鹅吃相可笑的原因有哪些 你们在笑的同时 有没有把它盘点出来呢 第一个是 必须有三样东西下饭 哪三样啊 要有水 要有泥 还要有草 二呢 是他一丝不苟的吃法 怎么吃的 一口饭 一口水 一口泥 又一口草 再回过头来吃第二口饭 第三个可笑的原因是 鹅 循规蹈矩 不会变通 指的是什么 他无论这个水 泥和草 离他有多远 他非要把它吃一个循环 他才回来吃第二口 是不是很可笑呢 我们发现作者观察的很仔细 而且描写的也非常的风趣 这样从容不迫的吃饭 必须有一个人在旁 是后 是 像饭馆里的唐冠一样 第一个是第三声 唐冠是第一声 饭馆 唐冠 因为附近的狗都知道我们这位鹅老爷的脾气 每逢他吃饭 每逢他吃饭的时候 狗就躲在篱边 挥四 请关注这两个词 唐冠 鹅老爷 鹅老爷的称呼啊 照应了前文 唐冠的说法 这 明扁 时宝的称呼 什么叫明扁 时宝 就是看上去好像是在说这个鹅不好 实际上呢 他是想表达对鹅的喜爱 就有点像我们老舍先生笔下猫的哪一个词啊 对了 古怪这个词 表面上是说这个稀奇古怪 实际上是觉得他很有特色 流露出来的是亲密 表现了作者对鹅的喜爱之情 他把它称作为老爷 看这一句 附近的狗都知道我们这位鹅老爷的脾气 你看 连狗都掌握了鹅的吃饭规律 那么也就从中让我们体会到啊 鹅吃饭的三眼一板 循规蹈矩 看来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等他吃过一口饭 踏着方步去喝水 吃泥 吃草的荡儿 狗就敏捷的跑过来 努力的吃他的饭 鹅老爷偶然早归 关注这个偶然这个词 说明他常常是晚归的 大摇大摆的 慢吞吞的回来 深井去咬狗 并且力声叫骂 狗立刻逃往离边 蹲着静候 看他再吃了一口饭 再走开去喝水 吃泥 吃草的时候 然后狗又敏捷地跑上来 把他的饭吃完 扬肠而去 这段描写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 对了 你看 不仅是作者 连狗都发现了这个鹅吃饭的规律 而且狗还钻空子 趁这个鹅老爷出去的时候 把他的饭吃完 偶尔遇见鹅老爷早归呢 这个狗啊 叫被鹅咬 而且被他骂 可是尽管如此 狗还是要去抢他的饭吃 这里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 通过对狗 敏捷地跑过来 立刻逃往离边 等如小偷般猥琐 向得描写 吐出了鹅的老爷派头 他明知道有狗来偷他的饭 可是呢 他还是要到远处去 吃泥吃草喝水 这就是老爷派头 他对吃饭就是这么讲究 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 饭罐已经空空如也 鹅便昂首大叫 似乎责备人们供养不周 我们发现这里 加上作者的想象就更有意思了 鹅抓不到狗了 咬不了他 骂不了他 这个作者就猜想 这里该责备人了 就是你供养不周 怎么饭都不准备够呢 这时我们便替他添饭 并且站着侍候 因为临近狗很多 一狗方去 一狗又来蹲着窥似了 天呐 你看 不仅要帮他添饭 还要替他守着 不让狗来偷饭 果然是鹅老爷的作派 请关注这些词语和句子 昂首大叫 责备 昂首大叫 责备说明 白鹅在耍老爷脾气 这时我们便替他添饭 并且站着侍候 而吃饭时必须有人站着侍候呢 说明白鹅在摆老爷架子 是啊 谁叫他自己不好好守着自己的饭 先吃完再去吃泥草喝水呢 他偏不 回来没有饭吃了 吃不饱了 就开始耍老爷脾气 摆老爷架子 通过对鹅耍脾气和摆架子的描写 进一步突出了鹅的高傲 他可不自己守着饭 他要人对他供养周全 还要人替他守着来偷饭的狗 我们不胜其烦 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 免得他走远去 让鸡狗偷饭吃 然而 他所必须的泥河草 所在的地点远近无定 为了找这些食物 他仍是要走远去的 因此鹅吃饭时 非有一个人事后不可 真是架子十足 我们看这两个词 不胜其烦和架子十足 这里呢运用的是烦语 什么叫烦语 不胜其烦架子十足 本来字面上表达的是讨厌 可是这里啊 确实喜欢 是啊 如果不是喜欢 怎么会一次次的帮他守着饭呢 还会绞尽脑汁的想着 把他的水盆端在饭的旁边来呢 可是这个白鹅 这高傲的白鹅毫不领情 他仍然要去找他的泥 还有草 第二至第七自然段 是课文的第二部分 用先总后分的形式 从鹅的叫声 步态和吃相 三方面表现 鹅的高傲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要从这些作者的描写当中呢 读出鹅的高傲 以及通过一些 有着特殊意味的繁语 我们能够体会到 读出作者对鹅的喜爱之情 鹅的高傲 更表现在他的叫声 步态和吃相中 鹅的叫声 音调严肃郑重 似利声呵斥 他的救主人告诉我 养鹅等于养狗 他也能看守门户 后来我看到果然如此 凡有声客进来 鹅必然利声叫嚣 甚至篱笆外有人走路 他也要引航大叫 不亚于狗的狂吠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 大体上与鸭相似 但鸭的步调急速 有局促不安之向 鹅的步调从容 大模大样的 颇向京剧里的静觉出场 他常傲然的站着 看见人走来也毫不相让 有时非但不让 竟伸过井子来咬你一口 鹅的吃饭常常使我们发笑 我们的鹅是吃冷饭的 一日三餐 它需要三样东西下饭 一样是水 一样是泥 一样是草 先吃一口冷饭 再喝一口水 然后再到别处去吃一口泥和草 大约这些泥和草也有各种可口的滋味 这些食料并不奢侈 但他的吃法三眼一板 一丝不苟 譬如吃了一口饭 倘若水盆放在远处 他一定从容不迫地大踏步上前去 饮一口水 在大踏步走去吃泥 吃草 吃过泥和草 再回来吃饭 这样从容不迫地吃饭 必须有一个人在旁侍候 像饭馆里 像饭馆里的堂冠一样 因为附近的狗 都知道我们这位鹅老爷的脾气 每逢他吃饭的时候 狗就躲在篱边灰似 等他吃过一口饭 踏着方步去喝水 吃泥吃草的道 狗就敏捷地跑过来 努力地吃他的饭 鹅老爷偶然早归 伸井去咬狗 并且力声叫骂 狗立刻逃往离边 蹲着静候 看他再吃了一口饭 再走开去喝水 吃泥吃草的时候 狗又敏捷地跑上来 把他的饭吃完 扬长而去 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 饭馆已经空空如也 鹅便昂首大叫 似乎责备人们供养不周 这时我们便替他添饭 并且站着侍候 因为临近狗很多 异狗方去 异狗又来蹲着窥似了 我们不胜其烦 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 免得他走远去 让鸡狗偷饭吃 然而他所必须的泥和草 所在的地点远近无定 为了找这些食物 他仍是要走远去的 因此鹅吃饭时 非有一个人事后不可 真是架子十足 这篇课文作者通过对白鹅在叫声 步态和吃相等方面表现出的高傲的特点的描写 表达了作者对白鹅的喜爱之情 接下来我们对白鹅这篇课文进行归纳总结 首先作者总说白鹅是高傲的动物 并且还介绍了这只白鹅的来历 是朋友送给他的 接下来作者从叫声 步态和吃相三个方面 分说了白鹅的高傲 注意了小朋友们 我们在总分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后面的内容 一定要围绕总数的特点 不是说是为了描写生动精彩 而去写的生动精彩不是这样的 是要为了突出这个总数上的特点 我们才采取相应的写法 积累相应的素材 叫声鹅的叫声是严肃郑重 力声呵斥的 作者还拿狗的狂吠和他进行了对比 让我们更加形象的体会到他的叫声 步态呢鹅的步态是不掉从容 大模大样的 虽然看上去和鸭相似 可是鸭呀是急促 鹅它是鹅老爷嘛 它可不着急 鹅的吃相是最令人发笑的 三眼一板一丝不苟 怎么样令人发笑 它要吃一口饭 再喝一口水 吃一口泥 还要吃一口草 再来吃第二口饭 尽管主人好心的把水盆 给端到饭边上来了 可是仍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因为他还需要泥和草呀 这是鹅老爷对用餐的要求 也正因为他三板一眼呢 所以狗啊就来钻空子了 狗总是要来偷抢他的饭 而且要把他吃完扬长而去 为此呢 这个鹅老爷就需要有人来侍候他 怎么侍候 帮他添饭加水 还要帮他守着来偷饭的狗 是不是很有意思 好我们发现 这个鹅呀 性格高傲 个性鲜明 是不是被这个作者描写的生动形象呢 典型提解 行进字主词 比一比来主词 口字旁的是肺字 狗肺狂肺 单人旁的是福 前福 单人旁的是醋 催醋 促进的醋 提手旁的是桌 捕桌 捉虫的桌 利刀旁的是锯 话句 经句的句 金字旁的是句 句子的句 单人旁的是试 试奉 事后的试 言字旁的是诗 诗歌 古诗的诗 这题主要是考察对行进字的辨析 这四组行进字辨析的方法有以下区别的关键在于字的偏旁 偏旁不同的字 它的意思也会有所区别 所以在主词和运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多加思考正确使用行进字 接下来我们把这些词语再复习一遍 狗废 前浮 催促 捕捉 画句 句子 侍奉 诗歌 根据句子的意思准确的选择字译 第一题 等到鹅再来吃饭的时候 饭罐已经空空如也 这里的空给了我们以下解释 一天空 二里面什么都没有 三没有效果的 选哪一个 对了 选二里面什么都没有 第二题 我们不胜其烦 以后便将饭罐和水盆放在一起 免得它走远去 让鸡狗偷饭吃 不胜其烦的胜 学哪个解释呢 给我们提供了五个解释 一 赢占优势 二 超过 三 优美的 四 近 五 能够承受 你们选哪一个 对了 选五 能够承受 这一题主要考察的是对一字多意的辩析 空空如也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也没有 不胜其烦的意思是 繁琐的使人受不了 这里呢作者是贬义包用 表面上是说自己厌烦了 实际上是觉得很有趣 一次一次的去侍奉这个鹅老爷吃饭呢 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空和胜在字典上有几种不同的示意 在不同的词语中空和胜的意思也是各不相同的 要注意区别运用 在这里令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积累这个字词不同意思的方法 比方说我们在不了解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意思的时候 你们通常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对了 有的小朋友是联系上下文 有的小朋友是运用询问家长同伴老师的方法 还有的小朋友会去查字典查词典 那么如果你是查字典查词典的时候呢 你不妨去多看一看他剩下的几个解释 看看他对应的主词或者对应的造句 这样呢我们在学一个词语的解释的时候 就可以积累到更多的不同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字在词语当中的意思复习一遍 空空如也的空指的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胜其凡的胜意思是能够承受 白鹅这篇课文我们就学完了 此时此刻白鹅和狗抢饭的情景 是不是还历历在目呢 是不是白鹅的高傲的形象也在你们脑海中挥之不去呢 你们知道这得益于什么吗 首先得益于你上课的专心听讲 其次得益于作者风子凯的描述生动 是啊白鹅不仅是局限于洛宾王的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波青波 他还有着风子凯笔下的高傲 与一板一眼 那么小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动物是生动有趣的呢 在你的身边还有哪些描写动物的文章 也是值得令我们细细品味的呢 我们一同把它找出来 自己读一读 和身边的小伙伴家长老师一同分享 好吗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了 小朋友们再见